端午節就要到來 民眾都不能免俗的 會多吃幾顆粽子來應應節 為了讓民眾能夠吃得低卡又健康 彰化縣政府是特別結合了 醫療院所的營養科以及醫師公會 研發出三種既高鮮又低卡的健康粽 為此彰化縣政府也特地舉辦了記者會 來強力推廣 特地在這裡請了我們秀傳醫療T系 示範了三種健康粽 讓大家共同來參考 這個健康粽 這三種健康粽 每一顆大概只有300大卡的熱量 是一般粽子的一半 它是高纖的低熱量 而且對身體健康的維護是很有幫助的 這三款健康粽材料包含了各種高纖食材 加上用南瓜 香菇 紅蘿蔔等等蔬菜 來代替不好消化的糯米 讓這些健康粽不但能夠抗老化促進健康 還提供了多達三倍的豐富膳食纖維 它的特點在於說它提供豐富的膳食纖維 那一般我們市面上的粽子大致上它散食纖維 是0.2到0.9克 那我們的粽子的話 它可以有它的三倍多 因為它的糯米只佔30% 所以它是比一般市售的粽子更容易消化 由彰化縣政府推廣的三款健康粽 不但熱量減少了一半 依舊保持美味之外 還能夠促進健康 對此主辦單位也大方提供食譜與做法 讓有興趣DIY健康粽的民眾 都可以上彰化縣政府衛生局網站 來自行下載食譜 傑俊宣張華縣採訪報導